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介紹這位帥哥好辣醫師團 再忙也要顧身體 今天好辣醫師團告訴你 身體有哪些狀況不容忽視的呢 好辣軍團又忽略哪些身體 發出的警訊呢 值班小故事的我們五熊 哈囉 大家好 瓜哥你知道嗎 之前有一個國外的新聞 就是有一個62歲的婦人 她已經 非常的長 這麼能忍喔 23年 對 她就吃止痛藥 然後她去看腸胃科 就是有時候 就醫生也就是 沒有發現有什麼問題 也是叫她吃藥 可是她有一天她真的受不了 然後去照X光才發現 她當初剖腹產的時候 沒有處理好 所以有一個 所以她痛的原因 都是因為那個手術前 完全忽略掉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故事 只是聽起來 他們醫療比較簡陋 對不對 23年 在我們23天 都不可能發生 對 而且她也很能忍喔 她竟然就這樣跟她共存23年 所以真的不能忽略 身體任何的問題 再忙也別忽略 錯過當心後悔一輩子 來 請看 腹部脹氣問題多 腫瘤前兆別忽略 不是 我曾經遇過一個 70多歲的一個男性 然後她 肚子有一點微痛這樣子 然後後來我們做了檢查之後呢 她以前在年輕的時候 曾經因為未初學開過道 結果後來我們開進去之後呢 是遺留在裡面的 沙布 她是沙布 以為是腫瘤 然後其實被包住 其實是沙布這樣 這個真的遇過 但是為什麼她 她車禍完那一次開完刀之後 三十年都不再走醫院 因為她那一次給她一個開刀 她就很害怕 然後她後來都不用 有健保之後她也都不用 等到後來真的反反覆覆痛的受不了 才被 她也是住南部的人比較老實 所以後來被子孫帶來就是說 檢查這樣 才發現有這個問題 我這一輩子遇過 遺留沙布的遇過三次 對 然後 但是那是以前透視線比較沒有 都是以前很老的手術 除了我們會探聽 以前幫她開的那家醫院 或 還在不在 如果不在的時候 我們就跟她講實話了 所以你看這個 你講完那個更怕開刀的 你看吧 沒有 但是後來我還是要強調 因為現在全部的沙布都有 偷視線 所以只要一照 就知道是不是有遺留 對 現在真的是 而且現在的護理人員 在點很多沙布 其實又點得很精確 哪一個問題都會講 真的 常常覺得沙布不見 怎麼又少一個歌 難怪過去常常講這種笑話 一定有發生過才會講這種笑話 對 對 但是那個腹部脹氣 其實最容易出現問題的 不容易被發現的 其實還是 也是一樣 其實多歲的一個男性 那他之前在外面的門診 就是因為解黑便 然後就在外面檢查 那就說檢查 胃菌有胃出血的這個狀況 那只有吃一個月的藥 他覺得他胃出血斷斷續續都沒有好 而且因為一直出血 他就越來越虛弱 到我們醫院的時候 後來就是再跟他做胃菌 那你就發現他真的是有胃出血 但是他胃上面的血管變得很大條 大家有經驗的話就會想到說 是不是肝臟什麼有問題 所以說他做肚子超暈波 結果做的時候就發現說 他的皮脹腫的是原來正常人的三倍大 然後另外一個比較重要的是 就是淨肝臟的血管有一個 也就是說那個淨肝臟很大的血管 裡面本來不應該有任何東西 那有東西的話 他跟幾個東西有關 就是很厲害的全身性的發炎 或者是敗血症 後來就是癌症這樣 就在他的胃臟的尾巴 看到有一個大概差不多 兩公分小小的瘤 結果好死不死是 最惡性的那種胃臟癌 就是他的所謂最不好的惡性就是 動不動只有一點點 他就到處跑的那一種 那他就是那一種 所以他變成說 他所有的故事是怎麼樣 就是他一開始這邊 就有一個胰臟癌的病兆 雖然很小 可是他開始一直往外散 那往外散之後 他跑到肝臟的血管 去把肝臟的血液供應 塞了一部分 所以造成逆流回去 皮脹的血也不順 然後胃的血回流也不順 所以 其實相對我覺得 陳醫師的案例比較少 就是一般因為我們現在那個 電腦斷層是細切的 所以可能以前那種比較粗切的 他可能有時候 那個腫瘤真的太小 因為 電腦斷層一公分一切的話 有可能一公分兩公分跳 剛好切切切 結果腫瘤在中間 就跳過去 就跳過去都沒看到 但因為我們現在的電腦斷層 已經進展到二五六切 六百四十幾切 那種的話非常非常細 那現在這種狀況就會 越來越少見 對 剛剛像那種門禁脈酸塞 大部分當然主要還是 那像這種Case是很少的Case 就是說它是 在胰臟尾巴先影響到 這些肝門筋脈 就是等於是 腫瘤細胞去把血管阻塞 這種狀況遇到就是 相對來講 癒後都滿差的 胰臟癌有沒有統計 大概比例是多少 台灣的話發生率比較低 他大概在癌症算排名 第十三名 可是他胸險是第一名 對 但他致死率比較高 對 他有很多問題 他化療的效果很差 然後不容易早期發現 發現的時候通常都是中後期 而且手術以後 胰臟一般我們腸胃科 還是首選超音波 腹部超音波 但是腹部超音波 對胰臟癌的偵測率很低 主要原因就是 因為胰臟是位在 前面有胰還有十二指腸 我們超音波因為 穿透不了空氣 很容易常常 鼻臟在檢查的時候 只能看到一部分 你沒有辦法看到整條胰臟 所以相對來講 你可以選擇 但是在健保制度下 你不可能 對 你不可能來 就要求醫生給你 用健保開那個招架 對 另外一種是 我們可以用胰臟 在胰臟的前面 加一個超音波的探頭 然後這樣子的話 你是在胰裡面 隔著胰臂去掃描 鄰居那個胰臟 那看得很清楚 但是要叫你照胰臟 而且不是 對 而且不是照 一下下照三分鐘的胰臟 那我可以打麻醉嗎 可以 對 這也是一個 對 這也是一個選擇 對 這也是一個選擇 因為我只是問了給觀眾說 那你要這樣 我就專心找胰臟 看有沒有毛病 對 還是沒有 還是找不到 還是不是完完全全的 不容易 他有可能漏掉 那麼調皮 真的 我曾經有一位病人 因為我們現在知道 大家都不喜歡胖 然後就會刻意去減重 譬如說這樣 大家去聚餐 聚餐完以後 他就跟大家一樣吃 吃完以後 他就趕快到廁所去推 推肚 他推肚出來以後 他就一直是 腸胃不舒服 所以他就一直認為說 我體重有一直在下降 腸胃不舒服 可能是因為我做的這些動作 所以導致我身體不舒服這樣 所以他也沒有在意就是說 反正我體重有減下來 就是很好 就是很好 就是達到我的目的這樣子 結果 最後他一直減一直減 體重也都下來 到最後他發現 這個肚子怎麼減不下來 肚子還滿大的這樣子 所以最後他想說 是不是那個 然後他就跑去給那個推拿師 這個 然後推拿師果然說 你這個肚子很苦 這個可能是豎變太多 就很用力幫他推說 你今天我 這個問題都解決了這樣 結果果不其他 他出了以後他沒有回家 他直接掛肌診 因為肚子太痛了 太痛了 因為他哭得太厲害 真的解決了 真的解決了 結果到醫院一開始的時候 那個急診科醫師 一開始不對 對啊 那個肚子 就是說我們一般人 如果是胖的話 對 可是他的肚臍是凸出來 那一看那個急診科醫生 就不對 他認為說這個可能是一個 腹水 肚子裡面都是水 結果一照抄育科跟電腦斷層 一發現 就發現是 他是卵巢癌 所以整個肚子是藏在那裡 結果一直以為 他是說我減重效果很好 那吃不下 所以有時候他 因為這個動作 把他蓋下來 事實上像 剛剛如果說像那個 張醫師他們 就是說腸胃科醫師 有些看說腸胃的問題 沒有解決 他都會想到說 可能是有 卵巢癌的這個機會 就會 很早就會轉到負殘科 因為他都沒有看 那最後結果 開進去以後 就發現說 他那個已經是 最後轉移了這樣 張醫師這種案子 我就碰過三個 都是一模一樣 都是說 肚子很脹 來看我們腸胃科 都是說 然後我們來就是 慣例就出診 會簡單看一下超音波 一照下去 整個肚子都是水 然後就看到卵巢那邊 怪怪的 我就診到那三個就是 卵巢癌 都是後期的 都以為是自己排便排不順 我平常是活動主持人 然後我自己有一個很 非常印象深刻的經驗 就是我有一天肚子非常的痛 然後痛到一個地步 我就跑去看醫生 反正這種前前後後 總會看了四間醫生 每一個人都告訴我 極性腸胃炎 然後就可能發燒什麼什麼 都找不到原因 就這樣拖了一個禮拜 到了第七天的時候 真的是高燒 每一天都是38 39 40 每一天 超四天 對 而且是我撐了七天 妳每天都有涼是不是 對 因為每天都 而且可是又很奇怪 對 可是又很奇怪 我還是會打那個燒那個 發燒 對 燒鹽 而且我是拜託醫生 說求求醫生 拜託你幫我打 因為我太不舒服了 那反正結局就是 最後第七天的時候 我受不了了 我就想說北部的醫生 都看不好 可是我高雄人 想說南部應該可以看 就趕快回家 一般都是南部看不出來 對 然後送回就是高雄 回家鄉 對 然後馬上就救護車 因為已經完全沒有辦法走路了 我的肚子死好死壞 有點 有時候非常地痛 有時候又突然不痛 那因為痛的時候 完全沒辦法吃東西 對 不痛的時候 因為太餓了 這個 很兩極耶 很輕 很輕 火鍋耶 該不會是麻辣火鍋吧 火鍋 最後一天 就是因為我前面吃了一個火鍋 然後就爆了 完全沒有辦法再忍 然後我就回高雄 然後送回去之後 醫生馬上就是去看嘛 就往我肚子裡面狂看 結果醫生最後竟然說 不然我們開開看好了 看裡面怎麼了 開開看 對 然後我媽媽就說 怎麼可能讓你開開看 不可能 所以我們就知道 猜猜看 猜猜看 猜看怎麼比較難 對 所以結局就是呢 後來我接到一通電話 那通電話是我朋友 還是我朋友 完全不是什麼學醫的 他就跟我說 我覺得你的症狀 有可能有一點點像 你要不要看看 摸到尿 對 結果呢 醫生就 就真的往藍尾炎那邊擦 才發現 對 真的是藍尾炎 可是我已經過了一個禮拜了 所以那個藍尾已經爆掉了 所以我裡面是 我七天都沒有大便 我到最後是連尿尿都沒有辦法尿 我是全部堵在那邊 然後後來才發現 我的肚子裡面 已經全部都是糞便 跟尿 跟那個 妳這七天怎麼工作 對啊 那時候是學生 醫生就說 剛開始還在給我按那個子宮什麼 我跟你講 痛到不行 然後最後的結局就是 在一個小時內 立馬排到 因為那已經變成附魔眼了 對 對 因為他是跟他講說 台北看不好 我來高雄看你們 那高雄醫師 一定要幫你治豪 好妙眼一下 騙子問題 這個人不能幫高雄醫師落口 真的 那後來的結局就發現 為什麼會有誤診的情況 就是因為我的狼尾 長得跟別人不一樣 就是一般人好像在左下還右下 但是我是在